口碑最差的四部偶像剧,第一部Baby主演,郑爽也上榜。 一直以来偶像剧都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电视剧,每天都上演出各种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,霸道总裁爱上平民女孩的桥段,让很多女孩子深陷其中无法自拔,但是偶像剧也有口碑滑铁炉的时候,这四部剧口碑最差,Baby和郑爽各有一部剧上榜。 4. 夏至位置 夏至位置是由郭敬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,由陈学东、郑爽、白敬廷三位主演,其中郑爽是当下人气最高的女演员之一,在这部剧中的形象也非常好看,被人称为初恋脸,但是这部剧口碑却很差,和原著差别比较大。 4. 而且男主演的也和原著有些距离,最终豆瓣评分只有4.4。 3. 那片星空那片海 那片星空那片海是根据著名作家童华的小说改编的一部玄幻剧,本身小说写的剧情非常不错,但是改编成电视后,主演的冯绍峰、郭碧婷等人却没能将主角很好的诠释出来,反而让人感觉表演的痕迹太重。 3. 有些粗细,豆瓣评分仅3.5分,熟知豆瓣的人都知道,这已经是非常差的得分了。 2. 和索冬暖,和索夏凉 和索冬暖,和索夏凉是由嘎乃亮,王子文领衔主演的,也是一个非常美的爱情小说改编的,在2017年播出之后,并没有很好的收视率,口碑也扑接。 3. 其实王子文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女演员,而贾乃亮也实力不俗,但是这部剧却完全没有演出原著的感觉,豆瓣评分3.3,让很多网友失望。 1. 孤方不自赏 2. 孤方不自赏 2. 孤方不自赏